的一些看法 因为他是强量将军呢 不仅是我们空军的名片 也是解放军现役将军当中的代表 就是研究战略问题的 正像他说的 现在我们国家没有国家战略 那从那个国家战略没有 就可以再往下延伸 也就没有军事战略 也就再往下说 就是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没有战略 这我们可以从很多具体的方面去感受 古人说不能谋全局的不能谋一遇 不能谋万事的不能谋一时 我们从我们就是 现在就是我们即使不从我们眼前 一些具体的这个行业 具体的这个领域去看 就仅仅从我们上面的一些说法 一些口号上 我们也能看出来 你比如说我在社会栏言 我就说到 我说当时我们国家提出一个改革开放的总指导 就一个是摸着石头过河 跟小小师也说了 摸着石头过河本身就是没战略的表现 你这个战略 我说中国这个国家 你作为一个国家战略 你不是摸着石头过河 应该是看着对岸的参照系过河 你摸河的 你过河的具体方式 你可以摸着石头 刚才乔老师说了 就提出这个口号本身 就是没战略的表现 但中国没有战略是非常不应该的 原因在于在所有大国当中 都是已经改革这个崛起的都已经成功了 还有一些正在崛起 那么他们才是摸着石头过河 像巴西像印度他们是摸着石头 中国是已经摸着石头失败了一次的 他不应该再摸石头了 他应该是按照别人的脚印过河 所以我们从我们的那些说法上 从我们那些提法上 统统表现的就是没有战略文化 没有战略 没有战略文化也没有战略意识 那随意就导致我们其他的部门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经济 也导致我们不仅是中国的国民 普通的国民 认为我们中国很强大 连我们中国的一些号称精英的学者 也在认为我们中国很强大 前不久 社会员就公布了一个中国军力报告 认为中国是军力世界第二 中国说国力世界第七 这两个东西 他就没搞清楚军力与国力什么关系 国力是世界第七 怎么军力可能是世界第二呢 军力就是穿上军装的国力 对不对 你的国力穿上军装 你就是军力嘛 你的第七你怎么能变成第二呢 他这种评价就反映了一个 就是我们目前这些人 他的评价体系是盲目的 他这个盲目来源于根本上来说 就是我们国家根本就没有战略 再说我们的这个学者 前不久 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 王继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 这个世界第二 我们和美国就是这个世界第一强国和第二强国的关系 所以我后来就写了一篇长文 反击这个观点 我说GDP不是大国的标志 按照一个世界最著名经济学家的一个他的分析 GDP在清朝以前中国GDP一直在世界第一 2000年来一直保持世界第一 那2000年前那时咱们就不说了 在清朝你是世界第一 这个第一到什么程度呢 相当于今天的美国 占世界33% 三分之一 那你在世界三分之一的时候 英国才占 当时占多少呢 181840年的时候 英国占百分之五 那我就给他提出一个疑问 为什么中国的GDP比英国多六倍 中国不计瓜分英国 而被英国瓜分了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 1894年 中国的GDP是日本的五倍 比日本多五倍 那你为什么不把日本打败 把琉球拿回来 你反而被他打败了 这个时候 GDP与大国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他们统统回答不上来 就知道闷着头说GDP GDP 这个东西根本没有任何根据 盲目的认为自己是大国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认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外汇的大国 我们现在有多少多少外汇 完全不知道我们这个外汇 已经是完全被置于无用之地 完全变成了一堆废纸 在其他的一些这种演讲当中 和在一些文章当中 我就说了说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外汇就是改革开放 三十年的成果 已经全部被美国兵吞了 不要说现在在美国这边 拿着我们那个外汇任意贬值 想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外汇这个本金都说不回来 如果我们把它比喻为一个国家的一些 比喻为 他今天刚才乔永老师讲的非常好 我们今天不应该再从那个地缘 那个角度考虑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把他把所有的问题 把国家给他拟人化 因为人是活在时间和空间当中 国家也是一样 拿破仑说过 所谓战略不过就是时间和空间的艺术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时间和空间 这个这样一个坐标上 把中国给国家和他拟人化 你现在在今天大家当然了 不用军队再打仗 但是你的外汇就等于你国家的兵力 美国也是在用他的经济力量 在用他的技术力量 征服全世界 反过来说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中国的金融呢 因为我们庞大的一支外汇大金 被美国全部歼灭 而且不仅是歼灭 整体俘虏 美国就在用 今天美国用在我 用我们中国的钱 再到中国来 收购中国的企业 控制中国的农业 控制中国的这个银行 控制中国的方方面面 28个行业 控制中国的21个 再用你的钱 控制你这个国家 那反过来 我们在用那个钱 我们做什么 他在用他的钱 进入我们的股市 进入我们的房市 翻炒 然后他打击中国人民的财富 这才是战争 战争不只是都用军队 所以这一点 乔永老师要不说 他这个伟大就伟大 他就用一个超限战 告诉大家 战争不一定要用军队来进行 不一定要通过军事 不一定都是军事 军事就按孙子说的 上兵伐谋 最后一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 才动军队 所以我们在现在还理解 就是这个大国之间 没有战争 没有战争 战争天天都在进行 怎么会没有战争呢 没有战争 苏联是怎么解体的 对不对 战争不一定的 就得开枪 开枪是最没有用的战争 那是最后一个象征性的 不好意思 把他这个 我们要用更宏观的思维 更宏观的视野 来思考这个国家的问题 具体到丁丁丽先生的这本书呢 我是感受有比较深的基点 因为刚才乔远老师也说了 他说这是一个 里程碑的一个著作 我也是这样一个感受 在乔远老师写完 那个中国军事战略当中的 一个里程碑著作以后 这样我就看到一个 地缘政治方面的 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东西 说他是里程碑 并不是说在他之前呢 就是说 不只是说他的这个 理论的高度 我主要觉得 他打破了一个学术的禁区 这个学术的禁区就是说 改变了我们目前 学术理论 只能有学术中人 只有他们来写的 这样一个现状 咱们在咱们的国家 这个学术界 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 就是学霸 这些各种研究所 各种大学认为 凡是学术问题 就是他们的自流地 任何人不得碰 那你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也涉及 这个学术领域的问题 他一律 以你非正统非主流 一句话就跟你隔离开来 不予你讨论 那就是在他们 以前这个 我参加过的 他们所谓的正统的 这些会议上 我几乎没有听到过 什么现象的观点 给我的总体的感觉 就是在我们这个 学术界 嗯 弥漫着 你听到的也好 你看到的也好 大部分全是空话 全是套话 就是 总体来说都不是人话 就是你看他那个话 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所以说 我这个 就是这个第一 他这个定例先生 出这个东西呢 打破了这样一个禁区 就是平常人也能写这个东西 这个实际上就回归了一个最原始的一个本相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所以也应该是天下人来论的问题 你打破了一个他的一个学术的霸权 第二个他这样一个论述呢 我认为就是具有第二次 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个意义 就现在我们经过这个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大家都在看眼前的东西 整个国家在追求GDP 整个国家的国民在追求个人的财富 在追求眼前的利益 这个时候实际上眼光都是向内的 思维也是向内的 这样就是由这些国家没有战略 导致这种国家发展的这个盲目性 再加上学者在这里边也不思进取 所以说也在这一个乱局当中 把这个民间搞得更乱 所以整个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呢 如果把它比喻为一致其内的话 是一个是一场没有目的的行军 没有目的的行军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迪迪先生在一个地缘大战里出了 他至少应该是一个瞭望塔 就是给我们中国人一种意识 有一种自觉 就是你应该再重新再看一次 外部世界是什么样 最初清朝的时候 那么就是这个出现一批人 是叫看世界 睁开眼睛看世界 就是外部已经是什么样子了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 我们又到了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个时代 当初睁开眼睛看世界 是由于这个海禁导致的 就是我们由外界的格局 那么今天是我们应该是出于这样一种 有形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政治方面的这个禁忌 还有一些无形当中的不自觉的一些财富方面 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导致的禁忌 导致我们都忽略了我的忽略了我们的外部 不知道我们今天的外部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 刚才雷先生也说了 就是我前面写过一些东西 写的一个东西最近刚出发的就是C型包围 C型包围实际上和这个地缘大战里这一块 有很相像的东西 不过丁丁先生呢写的比较客观 C型包围 C型包围 ABCT的C 声音来源那是第一步 声音包围就是我说的就是从这个日本 日本列岛一直到蒙古 文会 上海文会 刚刚出来 那么就是实际上和这个一样 就是在我们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这个同时 美国也没有闲着 那他这个在这个三十年美国做的事情就是从沿着所谓的那个第一岛链第二岛链那个新月型包围圈 那么他又延伸了一条陆地形的包围 海上包围圈到印度为止 陆地包围圈从印度展开 一直沿巴基斯坦阿富汗到中亚 然后再向蒙古延伸 实际上现在就剩俄罗斯的东部和朝鲜半岛这个地方 还没有完全围住 那么随着下一步美朝关系的这个改善 如果这一步要做出一个对中国最后不利的一个结果 那中国这个事情就完全成为一个欧型包围了 所以这就是目前他的这个书的价值就在这 就中国已经处于即将被完全合围的一个状态下 在这样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 我们很多的国民还在做什么大国的梦 我认为他们在做梦 这是一种幻觉 就像这种幻觉在我们这个中国社科院去评述出这个世界第二的这种感觉一样 像我们很多著名的学者也在说中国GDD是大国 就是大国一样 这完全就是一种幻觉 是回广反照 历史的回广反照 在这个时候到底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前途 会面临什么样的危机 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有必要 重新看世界 只有看到外部才能看清自己 国家也好 个人也好 都是在比较当中 才能准确定位自己的 就是我觉得我们到现在 去年吧 去年这就是反思这个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 举国一片歌颂 这个歌颂的时候 我写过一篇文章 我说在历史与世界的坐标系当中定位今天的这个这个这个改革开放 结果所有的地方都不给我发表 包括一些内部学术看我都不发表 我说其中就给他对比的 第一 中国与现今天的改革开放与洋务运动的比较 这是内部比较 第二 中国与日本改革的改革 这与日本名字卫星的比较 然后与美国学习的比较 与其他大国就对这些的比较 这些比较统统统被他封锁了 就在我们这样一种学术氛围内 想出现这一些新的东西 这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我们现今他那个学术禁区当初出现的惯性 就是你不同的声音他不让你出现 不允许探讨 就在这个时候 我说这个丁丁先生首先是这个从总体上来的最大的价值打破了一个学术禁区 也就是说平常人也可以谈大问题 能做咱们出版社我觉得也是做了一件好事情 不仅就是有人写 而且你们还给他提供的平台能让他出来 对错也好 这个这个其他这些各种观点也好 这个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把声音说出来 可以探讨可以证明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